最近在媒體上會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Bud Light這個啤酒被大家杯葛 那我一直還沒什麼時間去看一看 那今天想一想覺得終於錄一集好了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因為其讀 所以Bud Light就是這個樣子的一個啤酒 那個Bud就是好像就百威啤酒 叫做Budweiser 那這個Budweiser他加個Light就可能是酒精程度比較低還是之類的 所以他叫Bud Light 那他為什麼會被杯葛呢 所以這邊這個文章標題說的是 The Bud Light Boycott explained as much as is possible 所以他盡可能的解釋到底這個Bud Light的這個Boycott 所以這個Boycott就是杯葛被大家給抵制 OK 大家抵制這個產品 Boycott 所以為什麼 好所以 先講 先透露一下整個過程 整個最後的重點就是Trance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變性人 所以因為變性人的一個 的一個endorsement 就反而會反效果造成大家對他很抗拒 這個是我們現在 我們這種 覺醒時代 Walk的這個時代的一個 算是我覺得 有看走眼的一個風向 因為我會以為 只要是今天 這個東西被Trance endorse了 那可能左派就極力的擁抱他 然後擁抱到會覺得 全世界都好像在擁抱他一樣 可是殊不知 這個新聞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 傳統的反撲 保守派的反撲這樣子 好所以 Bud Light sent a handful of beers to a trans influencer and all hell broke loose 先看這一句 我覺得就很重要 所以其實是Bud Light 他們送了一些啤酒 給這一個 Trance的這個 具有影響力的網紅 所以他 send a handful of beers to a trans influencer influencer就翻譯成 現在就翻譯成網紅了這樣子 OK 或者我們有時候台灣喜歡叫KOL Key Opinion Leader 關鍵的重要的意見領袖 Opinion Leader 然後這邊用influencer 是外國也很常看的用法 所以他就送一些啤酒給這個傢伙 結果 一切就毀了 這個 All hell broke loose 是很固定的一個片語 四個字就走在一起 一個字都不能少 OK 全部的地獄 broke loose broke loose怎麼翻 就是整個 loose就鬆散掉 所以就是地獄整個就爆了 這樣子 OK 好 所以 先看第一段 所以他這個解釋 解釋也蠻清楚的 In early April 所以這已經是幾個月前的是 Butlight sent an influencer Named Dylan Mulvaney a handful of beers 所以他送了一個這個 送了一堆啤酒 他講的a handful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們中文翻譯成的一首 那據說台灣的一首就是 你知道一首拿六罐之類的 但我不太確定這裡的 而 handful其實就是能夠一手抓的量 大概這樣子 好 送了一些啤酒給他 他的名字叫做Dylan 那Mulvaney呢 她 結果她就post了一些video 然後 來 就喝這個啤酒 所以 So Mulvaney excuse me in turn posted a video of herself dressed like Holly Golightly 所以這個名字我也並不是很熟 但是這個電影我是知道的 From Breakfast at Tiffany's 這個就地凡內早餐 就很多人很愛這個片 我沒看過說真的 對我來說是比較久遠的片 也不能說比較久遠我就不看 教父我也看 可是這個片我是沒看就是 所以他穿的是像裡面的主角叫Holly Holly Golightly 尤其這個名字我都覺得 我其實還蠻想做一集介紹一下 那名字有什麼好介紹 這個很有趣喔 因為我們了解到 那個 這個字叫做 娃娃玩偶之類的 D O L L 還有一個字叫D U L L 就是很沉悶無聊 你這個很有趣跟你聊天 沒有任何一刻是沉悶的 So You're a funny person You're interesting So We've never had a dull moment in our conversation OK I've never had a dull conversation with you Dull 所以Dull這個字 D U L L 就跟我們講吃飽了 Full 你把F換成D就好了 I'm full I'm dull Dull OK 那你說Dull這個字我聽懂 那D O L L要怎麼唸啊 不也是Dull嗎 可是我會聽得出 我會聽得出美式發音 對這兩個字是有分別的 音式我不敢講 因為音式發音聽起來可能真的就是Dull Dull 這樣子 可是這比較像美式的無聊 D U L L 那這個 好那D O L L要怎麼唸 它的區別我覺得美式發音就是Dull Dull 它有一個O裡 O的音在裡面 所以回來 剛剛那個 如果我們講一個字叫做神聖的 這個字叫Holy Holy 女生的名字 Fuck H-O-L-L-Y Helm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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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得出小小的分別嗎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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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就有點像Doll這個字 Doll就是玩具玩偶 Doll 那無聊就是Doll OK 可是我可以想像音式發音的玩偶可能就是Doll 可能跟剛剛的Doll 無聊美式的發音是一樣的 好這個 扯的有點遠 但總之他穿的就像Breakfast at Tiffany的這個女主角 Holly Golitely這樣子 然後用前面講的這啤酒Using said beers 這個said就是前面手述過said 你知道said就是說過的嗎這樣子 So using said beers To celebrate both March Madness and her first year of womanhood 所以他用這個啤酒來慶祝 三月的瘋狂月march madness 什麼是march madness 就是那個美國的那個 NCAA NCAA的那個 大學直籃賽 不是直籃大學籃球賽 大學籃球聯賽 他們一般就叫他march madness 因為他發生在三月 然後就是大家就瘋狂就賭博啦 猜誰是冠軍這樣子 所以celebrate both March Madness 以及他第一年當女人 因為他變性了 So her first year of womanhood 就我們加個hood 就身為女人這件事 那其中 而且有趣的就是其中一瓶 就是其中一個can 就是啤酒罐 用罐可能比較好 瓶你可能會聽成是瓶子bottle不是can 所以其中一罐呢上面還有他的影像在上面 所以這個啤酒廠商 把他放到的啤酒罐上 So one of the cans featured her image OK 而你就知道那這就是 這個就並不是 啊我送你一個產品讓你試試看 這不是這個一定是付錢給他的 對不對 否則怎麼會把他的 肖像印在啤酒罐上呢 So it was part of a paid sponsorship deal and promotion for some sort of sweepstakes challenge where people can win fifteen thousand dollars from Bud Light by sending in videos of themselves carrying a lot of beers 所以這就是 一個 有付錢的贊助 paid sponsorship deal 以及翻譯又是promotion 所以 那這個promotion就是 就是bud light自己想出來的 你就可以 來抽獎 所以這個sweepstakes challenge就是抽獎 所以大家可以抽 大家可以抽獎 那大家可以就人們可以贏到15000塊美金 如果你願意 送一些影片進去 然後你影片裡面就是拿著很多他們的啤酒 所以就用這個網紅來去promote這個 行銷手段這樣子 這個marketing的這個campaign 那這個呢就讓有些人不高興 為什麼 因為反正有人就不喜歡變性人嘛 所以 右派的 比較保守的 就不爽了 就不爽什麼 不爽這一家啤酒公司 So this made some people very mad and not because Holly Golightly wasn't really a beer girl 所以 讓他們生氣的並不是因為 這個Holly這個女生 他其實不是喝啤酒的 他其實是喝另外一種東西 但這個就不關 Instead they were upset because Molvaney is a transgender 他們不喜歡的是 Molvaney是一個trans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 然後 這段再唸一下 Trans issues are currently front and center in America's cultural culture war 所以 這個變性的議題 現在在美國就是 Front and center 這個也是一個有趣的片語 所以如果什麼什麼東西是 Front and center的話 就表示他現在就是最重要 就是關注力最高的 他又在前面又在中間 OK 所以這個issue 現在是 Front and center in America's culture war 在美國的文化戰爭 文化戰爭中 他是 關注力最最多的 所以就有很多 反同 反變性的 這些 情緒在裡面 Anti-trans sentiment is sweeping many corners of the right 所以反 反這個變性的 sentiment 就正在很少過 很多 右派的 這些 各個角落 各個地方 Sweeping many corners of the right 他們還 那瞄準了什麼地方呢 瞄準了一些 像孩子啦 Pocketing children Drag shows Drag shows就是 Drag的意思就是 我們講那種變裝 那這個變裝皇后 變裝 Drag 那他其實是 四個字 合在一起的一個縮寫字 所以他是一個 這個acronym Drag就是 Dressed as a girl 穿的像一個女生一樣 所以合起來就變成了 Drag 這樣 那 通常加個皇后在後面 所以Drag Queen 那也有倒過來 有女生穿的像個男生一樣 那我據我知道這個叫Drag King 那其實這個是跟這個字 就這些後面的發展跟這個字本身就有點 衝突感了 因為 Drag本身就已經是穿的像女生一樣 你再加一個Queen在後面是很奇怪的 更不要說你再加一個King在後面就更奇怪 但已經沒有人講究這件事情了 所以你叫自己 你這樣子穿你叫自己Drag Queen跟Drag King 是沒有問題的 好所以Drag shows可以 Drivers licenses and healthcare among other areas 所以在很多不同社會的層面 他們都 反正有Trance的promotion 也有Anti-Trance的sentiment 這樣子 OK 好所以 下面這邊就有一些人的回應 像有一個歌手 搖滾歌手叫做Kid Rock 那他就這個反正就丟掉了一大堆 這個Bud Light的這個啤酒 還有一個人叫Travis Tritt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他就總之 在我的巡迴中 我就進這個品牌的啤酒 這樣子 OK So many Many on the right have called for a boycott of the best selling beer in the country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 call for a boycott 就呼籲大家 要抵制這個啤酒 OK 好那到底有沒有影響呢 那下面的 說法是 好像還真的有 所以 The Bud Light的cell have taken at least a temporary hit 至少有這麼一個短暫的 他的cells 他的業績有 有一個hit 有一個dip 這樣子 那下面的說法 其中一個人說 他還真的 他說 He had seen a 20 to 25% dip in Bud Light cells In a days after the controversy hit Controversy是 英式的發音 Controversy是美式的發音 所以在這個 Controversy hit之後呢 這個Bud Light的cells 又dip了20到25% 可是他們 一般的觀察也是認為 時間拉長了以後 就一樣 還是會回來了 就是了 好 所以這也是我有看到的 我覺得也 蠻有趣的 OK 所以下面這個人也說 他並 不期待這一個 就大家的這個 這個boycott 會一直持續下去 So he didn't expect the backlash to stick 所以一直持續下去 我們 不一定用continue這個字 他用stick這個字 Stick不是黏住或是棍子的意思嗎 可是一樣 就一個東西會不會持續下去 就是這個事情會不會stick OK Stick還有差的意思 例如說我們不會把筷子 插在我們的飯裡面 因為這樣很像在拜拜 外國人來台灣 我們都教他們 不要把筷子插在食物上 Don't stick your chopsticks in your food 所以stick有差的意思 所以要是一個東西插下去 就比較不會動了 所以這個東西不會插 不會stick 就是不會持續下去 OK 所以這個翻譯 大概過得去 那我們剛剛講說 這是boycott 那你也可以把它看成 是一個backlash 我以前會把這個 結果我在大學的時候好丟臉喔 我以為這個backlash 跟backslash 是差不多意思 那什麼是backslash 就是我們 其中一個標點符號 一個叫for slash 一個叫backslash 就一個是 從 左上到右下 一個是從右上到左下 OK 所以這個就 其中一個是 哪個是哪個 我真的想不起來 我自己有興趣再查一下 有興趣你也可以查一下 但總之那個是標點符號 那個叫backslash 那backlash 就是那種反撲這樣子 所以 一般是不會認為這個反撲是會持續很久的 so he didn't expect the backlash to stick so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it fired up about it they're never drinking buttlite again 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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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ey'll be drinking them in a month as soon as the news cycle quits 这样子 OK 那 那 說是這樣說 但 這個文章說的是 that's not exactly how it played out 所以不知道啦 OK 那我們就往下 不是往下啦 也沒有時間了 有興趣的自己可以去找這個文章來看 這個是好像是 Vox的文章 我覺得介紹的還蠻不錯的 好 我們先到這裡就好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貝 場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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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